我要告訴莊遊的這些長官們 這塊地請你不要碰 因為誰碰了誰就是罪人 是歷史的罪人 我們要告訴中游 不要在這裡糟蹋我們的國防及地警 我首先要從幾點來證明 中游不應該到我們大函藻礁 來蓋第三天人機接受站 第一個 藻礁是不是一個重要的自然地景 我想從過去以來 我們的努力 在媒體上面的曝光度 國人已經深刻的了解到 世界上雖然到處都有珊瑚礁 可是藻礁卻是非常的稀少 這個每年只長不到0.05公分的礁體 累積了7600年才有今天這樣壯觀的 壯麗的地形 我們的政府過去因為無知 在這個美麗的地景上面呢 做了許多的漁港 做了許多的圖堤 殘害了他們 可是在國人一步一步的認識他之後呢 大家都有共識 都要保護他 台大代昌鳳教授 做過了全面的桃園藻礁 27公里的調查 發現到這是個國際級的地景 因為它具有國際級 國際地質的重要性的景點 然後它又有科學重要性的 特殊景觀的景點 同時它還具有 國家重要性的代表性地質 值不值得保護 當然值得保護 中研院的陳昭倫博士 甚至說他有世界自然遺產的價值 所以第一點 站在藻礁的本質上面 他就是應該要被保護的對象 所以如果到現在 我們的藻礁地形還沒有被政府化為 自然保護區保留區來保護它的話 第一個政府就失職了 那麼從第二點上來說 我們要請問中油你憑什麼 再來我們桃園的藻礁霸凌 這個是中油目前要做的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第一期工程 他要在這個地方做77.2公頃的填海照路 這樣77.2公頃 大概會把我們沿海的30公頃的藻礁 完全活埋 那麼他現在正在併購東頂的觀塘工業區 觀塘工業區多大 這麼大 這整個大潭海岸2.5公里的海岸 通通通都是觀塘工業區的基地 我們看他下一張 這個是原始的觀塘工業區的開發的基地 這就是17年前的環平通過的觀塘工業區的全面的基地 現在請看這個是他現在第一期要做的工程 然後他有第二期第三期 這樣整個通通的填海照路下來 這個面積是230公頃 藻礁的面積超過120公頃 對不起 國家級的地景 可以允許我們的中油 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待嗎 對不起 中油公司 2007年 你損毀了我們一公頃的藻礁 我們全國就這麼的生氣憤慨了 你怎麼可以再來燃脂我們這30公頃 120公頃的藻礁 這個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第三點 我們認為中油不斷的說 因為非核家園的關係 因為有石層上的電力缺口 所以要選我們觀塘工業區 我要請教中油 如果這些歷史是這個樣子 你們在做可行性影響評估的時候 有沒有對我們的藻礁先做評估 如果藻礁是該被保護的地景 如果你們明知這個是國保及地景 你們的可行性評估報告 卻完全不去做評估 我請教你憑什麼認為這樣的環差 這樣的環境影響評估 是可以很快的節省你們的時程 即使做環差分析 我們也認為我們的環保署一定會嚴格的把關 你要如何確定這個時間性上你會來得及 所以我們認為中油你們錯估了我們台灣人 現在的環保生態意識 你們等於是明知故犯 就是要來這個地方霸凌 你們為了自己的方便 我們甚至懷疑你們背後有各種利益 參雜在期間才會這麼的猴急 對我們的藻礁是用這樣的態度 這個是讓我們在地人沒有辦法忍受的事情 最後我要談一點 我認為中油你們也很為難 因為你們的為難是 當你們到桃園市政府 先前的桃園縣政府 你們跟我們在地的主管去做溝通協調的時候 我們在地的主官沒有告訴你 沒有很嚴正的告訴你 這是我們桃園重要要保護的地景 請你不要來染指 所以我要在這裡鄭重的表達 桃園市政府也要開始正式表態 到底你要不要認真的保護我們家鄉的自然地景 如果這個自然地景 你不要請你早一點宣布 不要再拿那個理由 他用什麼理由 他說這是中央的規劃 意思是說因為是中央的規劃 所以我地方政府是管不了的 錯了 如果我是桃園市長 中油來跟我溝通 我一定會告訴他 為了子孫 為了我們的永續 我要告訴中油的這些長官們 這塊地請你不要碰 因為誰碰了 誰就是罪人 是歷史的罪人 這個國家到底要不要 保護自己的國家 珍貴的世界自然遺產價值的地景 如果是要是有 那麼農委會請馬上開始提報審議的機制 那麼如果 觀塘工業區最後被撤銷了 不再做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了 我們還期待 新政府要有魄力的 把現在觀塘工業區上面的兩個圖體 因為這兩個圖體造成我們大潭藻礁 許多地方被掩埋 如果這兩個圖體能夠拆掉 拆題拆港 我們的大潭藻礁會全面的恢復它的原貌 忠祐請賣行照 一代大潭 別再當藻礁塊子手 別再當藻礁塊子手 會持續再跟這個在地關心的 畢竟各位都很努力 那我想忠祐公司還是一個態度 就是說我們會持續努力不斷的去溝通 讓這個設備更加成功 我們要的其實不是溝通 就是測案 想瞭解我們的真正的訴求 好嗎 從這個方向去思考 我們會把你們的訴求 我們會拿回來 我們的單位來去參考 但是這個很清楚 忠祐是歸置業一切依法來辦理 好不好 謝謝